这回咱们来看一下就是用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EM算法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我们的GMM高丝混合模型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剧类的任务 那首先咱们还是按照一个老套路 先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 故事背景很简单 咱们拿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数据 就是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在某一个地区 然后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桥 然后这个桥它东边有个区域 然后西边又有个区域 然后东边区域和西边区域的摆放了一些类似的购氧单车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 就是按照时间的一个变化 我们东边这个区域就是桥东边和桥西边 它这个购氧单车这个数量的发生的一个变化 所谓数量就是被人们使用了一下 比如说我拿APP然后去解锁一辆车 那可能它就多了一个技术 多了一个1 然后这里边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数据读进来 然后并且以data为我们的一个引带次值 然后构造了我们的一个data frame的格式 所以说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格式 就是按照每条数据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的片段 比如说它是在12年10月3号的0点到1点 然后这个是1点到2点 2点到3点 有这样一个时间的片段 然后我的右边就是我的一些值 比如说在我的桥的西边 然后一个区域 它的一个购氧单车的一个被骑走的一个数量 在桥东边又被骑走一个数量 有这样的两个值 那其实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数据 它就是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数据 跟时间有关的一个数据 然后首先咱们老套路 先看一下我这个数据是长什么样子 在这里我就是画了这样一个图 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图 就是简单的 直接通过我的data frame当中 data.diplode一下 看一下我现在不是有两个数据吗 一个是就是有两个列 在两个列当中 它就会按照这样一种图的形式给它画出来 然后从13年一直到17年 那其实这个图看起来比较丑 画不出来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稍微的改变改变 让我们能看出来一些趋势 因为在上面这个图来说 它是太密集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拿什么为键的 我们是以每个小时 那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那里边的数据 那显然都堆叠在一块了吧 看起来看不出来它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通常如果说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 是一个时间序列的 而且它是非常密集的一个数据 一般情况下 我要对我的数据进行一个 在时间上进行一个重彩样 重彩样就是说 之前我们是按照每个小时进行统计的 那现在对这个数据我们转换一下套路 给它按照一个一周 或者说是一个月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重彩样的 所以说对我的data 我先首先给它resimble一下 resimble就是按照一个另外的维度进行统计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w 相当于原来是按小时进行统计 现在我给它按周进行统计了 因为读到的时候 我们来看 之前我指定了一个代字值 让我的data 让我的一个时间项 作为代字值 所以说接下来我在重彩样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上面一个比较标准的时间格式 转换成以周为重彩样的一个格式 同样的操作我们再delplode一下 再回delplode一下之后 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样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数据看起来更清晰一些了 13年到17年 我瞧的左两边 它被开走的一个数量是多少 只过说在这里我算了一个del sum的一个和 也就是说一周我统计一个总量 一周统计一个总量用总量来去代表 我当前图上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数据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图先大致有印象 然后我的一条蓝色线表示我的一个西边 绿色线表示我的一个东边 可以看出来差别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大 基本上都符合咱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曲线的一个规则吧 然后可能就是在某一些时间 哎呀这个蓝色突然发生了一个突变 那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 或者说有一些节目主行 这些都没准的 到时候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数据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对于时间数据来说 我们不光可以做一个重彩样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滑动窗口进行一个统计 比如说当前一个点 当前一个点表示着并不是啊 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而是代表之前那么300多天 比如说我在这里 首先还是重彩样 以周围重彩样点sum一下 然后指定了一个roying 相当于啊是365天作为一个窗口 每一个值每一个指标的一个位置 对应的纵做标的值都代表着当前365天 这么一个窗口的总和 这个就是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给它按照一个时间维度进行一个划分 通常呢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从彩样 以及呢我们的一个滑动窗口的一个作用 现在是给大家啊举个例子说一下 我们时间序列啊能是怎么样进行一个统计 咱们还没用到我们的这个GMM啊 咱们的高斯混合模型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接下来我要统计的是一个指标发生变化了 现在我关心的就不再是这么一整就是按照时间轴进行一个 就是按照时间轴进行一个数据的分布 而是说啊我要看一下在某一天每一天它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啊我现在瞧的东边和西边 是不是每一天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我先暂时来看一下 就是在我的零点到我最终的一个一天二十四点 它的一个分布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我用到一个东西 跟会败啊 也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啊是以按照以时间为进行统计了 也就是说嗯在某个时间点上啊 它的一个平均 我们来看这算了一个点命值吧 在某一个时间片段上啊 对于所有的数据我都统计了一下 然后求这样一个平均值嘛 看一下在每一个时间点上 它平均的一个趋势是长什么样子 那现在有了这么多个平均的趋势 我们可以暂时认为它是有24个点 相当于24个小时嘛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这里有一条蓝色的线 然后这里有条绿色的线 蓝色线啊满足一种分布的规则 绿色线又满足另外的一种分布规则 可以说啊这个就跟我们GMM相挂钩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的影片量有两个吧 一个是乔东边一个是乔西边 然后呢对于不同的两个影片量来说啊 它们分布的一个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啊接下来啊我就要来画堆了 来做这样一个GMM高丝混合模型 然后呢在这里啊我先给它做一个pure table 就是把我的数据啊看着更完整一些 然后呢把我的店名首先变成了一个west和一个east 然后还整一个total total啊就等于我的一个west加上一个east 然后呢我做这样一个pure table 就是咱们的一个托识表啊 就是按照时间的维度划分起来 零点的时候啊在某一天啊 在每一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一点的时候在每天变化 两点的时候在每一天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我要画什么啊 我要给它统计出来这样的一个图了 在这个图当中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嗯把这个把我们的一个就是细节 就是把我们的分布啊画的更明显一些了 其实跟上面这个图啊都是一个差不多的 把我们这个分布看的更明显一些 那从这个图当中我们也看出来 就是这里啊隐含着两种分布吗 这两种分布啊如果说我用一种剧类算法 能不能给它剧出来呢啊 这个就是我一会儿啊要做一件事 我要用我这个GMM咱们的高丝混合模型 做一个剧类的任务 那这回咱们先来看 先把我的数据啊先要做一个转换啊 咱们现在统计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啊 我看一下它的点shape值啊 如果说大家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嗯出现一些bug或者是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先想的一个事 就是先打印出来啊 我数值上很多的shape值 能打印多少我就打印多少 哪些能打印我就打印哪些东西 这部值啊可以和你可以帮你很清晰的看出来 这个数据表达的是一层什么样的指标 比如说我来看一下pivottable点的一个点shape值 就是我刚才的这个数据嘛 它是一个24逗号11763 它表达什么样含响 24表示着我的时间点是有24吧 有24个时间片段 连来到1点 连来到2点 连来到3点啊 一共是有24个时间片段 然后呢每条时间片段当中啊 我是有1763个值 也就是说 嗯咱们每 比如说0点到1点 哎呀我统计了一共有1763点 1763天当中啊 每一天的值我都能给它拿到手 这个是我现在有的一个数据 那咱们现在来想这样一个数据 哎这个数据有些什么特点啊 我的样本数很少啊 有24个小时当成样本数了 然后每天当成特征数 这样做合适吗 这么做好像来说不太合适 为什么 样本数量太少 特征数量太多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给它转置一下 转换一下 在转换的同时啊 我先给它fillna一下 就是把一些缺日值填充啊 没有就当0 然后呢转置完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啊 它的结果就是x.shave一下啊 转置完变成1763 逗号24 它表达什么含义啊 它表达意思啊 就是我现在是有1763个样本 每一条样本我都知道 它在24个小时之间内的一个值 是等于多少 就是练到1点哎呀被足了几辆 练到2点被足了几辆 练到3点又被足了几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x.shave的一个值 有了这样的一个shave值之后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我们的一个数据就蛮像了吧 1763 逗号24 1793个样本 每个样本有24个特征 那现在啊好像来说 这个数据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可以拿高斯昏恶模型 对它进行一个巨类的任务吧 我想看呀 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是有乔东面和乔西吗 当我拿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统计了它的1000 统计了它的24个小时的一个变化 我想得到当前这个数据啊 它是属于东边的还是西边的啊 要做这样一个巨类的任务 为了在这里啊 给大家就是方便的演示一下 所以说 我们怎么样方便演示啊 就是把这个图像画在一个二维的空间当中嘛 画在二维图像当中啊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在这里啊 我原来是有24个特征 我对这24个特征啊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PC的处理 就是说 把维度给它降低 原来是一个24维的 给它映射成一个两维的 然后我去fit transform一下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降维之后的结果 原来是24维特征 然后呢 我们用PC给它降维了成了两维 建成两维之后啊 我就打印了它的一个shape值 变成了一个1763逗号2啊 也就是一个x值和一个y值就足够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结果吧 对于我的一个结果来说啊 我把它的一个横坐标和纵坐标都写上去之后 画出来上一个图 PC降维之后的结果啊 其实在物理含义上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指标的 原来我们的一个值是 在某个时间点 然后它被租的一个数量 那现在我们来看 负值都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啊 这个PC降维完之后啊 它的物理意义就很难解释了 但是空间意义啊 还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来看 这就是我的数据分布的一个规则 这些蓝色点啊 就是我这个1763个数据 然后在二维空间上 它的一个长相 那现在我要做的 是不是说 对于每一个数据点 然后我要给它进行一个剧类 看一下它属于哪个堆吧 所以说呢 其实大家一点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是左边一个堆 右边一个堆 数据啊 已经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规则了 好